男孩身上绑满炸弹 只要他大拇指一松开整洞楼就化为灰烬 这就是伊拉克著名的人体炸弹 面对这种情况 波特没有忍心对这个男孩下杀手 而是慢慢靠近他 用手握住引爆器 然后将炸弹拆了 男孩也松了一口气 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话 此时恐怖分子从后面开始包抄 波特直接将男孩打晕 然后马上投入战斗 这是英国特战队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行动 目的是营救一位人质 经过一番战斗 波特将人质送到直升机 但楼下还有军情六处的克林森 以及特战队的其他兄弟需要支援 于是他又返回掩护 而此时那个男孩已经醒来 就这样波特的两个好兄弟中枪死亡 刚刚赶到的克林森没时间过多悲伤 扛着剩下的一位受伤队员 在波特的掩护下冲到楼底 然后坐上飞机撤离了伊拉克 此次行动竟然死了两名特种兵 尤其在克林森说出 可能是八面男孩开的枪后 波特更是内疚万分 回到宿舍 他问克林森在拆掉炸弹后 那个男孩说的阿拉伯语是什么意思 没过多久 波特就收到上司的通知 鉴于此次行动的影响 让波特转到文职 但波特这个硬汉是不会接受文职工作的 于是直接辞职不干 转眼七年过去了 伊拉克的武装分子 一直没有停止战斗 一名叫凯蒂的英国女记者 深入伊拉克一线报道 被当地的武装分子围住 凯蒂意识到不妙 在下车前 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发了出去 随后在英国军情六处 克林森得到消息 一名女记者被绑架 他一看 这不就是外交部长的女儿吗 而目前唯一的线索 是凯蒂手机信号消失前 发出的一张绑匪照片 克林森看到这个人脸上的疤痕 马上想到 七年前伊拉克行动的那个八面男孩 随后他被外交部长叫到英国白厅 一同来的 还有特战队的领导 大家一起商量如何营救凯蒂 部长提出用钱来赎回凯蒂 但克林森表示除非绑匪主动要求 否则会有反作用 随后拿出那张照片 并表示这是其中一名绑匪 目前还无法辨认他的身份 光头提议在媒体上公开这张照片高价悬赏 随后 波特就在电视上看到了这起绑架案的报道 当看到绑匪照片后 他马上认出就是那个八面男孩 与此同时 军情六处收到一段十分钟前刚发布的视频 绑匪让凯蒂照读了一段话 要求英国政府释放他们的一个同伴 否则凯蒂将在七天后被处死 随后 克林森让技术部门追踪视频的IP地址 此时 波特过来找克林森 他指出 照片上的绑匪就是七年前的八面男孩 克林森却表示 不能仅从一个八面 就确定是同一个人 波特十分肯定 还拿出通缉犯哈基姆的照片 波特在七年前那晚行动时 曾看到哈基姆在指挥袭击 而现在 绑匪指明到信要释放的那个人 也曾是哈基姆的同伴 克林森不明白波特想表达什么 波特解释绑架凯蒂的就是哈基姆 而且 哈基姆应该还在七年前的那个秘密据点 但克林森却嘲笑都过去七年了 傻子也会换地方 但波特不在乎 要求克林森带他去秘密据点 他可以打入内部 说不定能碰到那个八面男孩 这也是波特最大的心愿 自从上次行动后 波特一直生活在内疚中 他最要好的两个战友 因为自己的心软而死 他要找到八面男孩报仇 但克林森不同意 他理解波特想要赎罪的心情 不过现在根本不能确定绑匪是哈基姆 对波特安慰了一番就走了 另一边追踪视频 IP地址也有结果 不过由于视频经过很多服务器中转 只能将范围缩小到伊拉克南部 汪头听到这里 表达出对军情六处的工作不满意 于是克林森尝试说出了波特的推论 汪头听后指示 不管动得渺茫 都要去试试 就这样 在退役七年后 波特又重新回到特战队 首先就是要恢复作战技能 以便尽快参与到营救部长女儿的行动中 其次在他牙齿里面 镶嵌了一个微型追踪器 以便随时定位 训练结束后 负责通讯的雷拉带来消息 部长为了尽快救回女儿 已经让首相找瑞士方面联系绑匪开架 显然作为中立国的瑞士有中间人 波特明白部长这是想要给赎金 但他认为这么做会激怒对方 因为哈基姆不是简单的叛军 雷拉反驳 目前并不确定绑匪就是哈基姆 而这边 哈基姆收到赎金的消息后马上就给了回应 他要让英国政府明白 他们不要这些赃钱 他们要的是诚意 作为惩罚 现在要砍了凯蒂的手 伴随着凯蒂的哀嚎视频中断 不过军情六处查出来刚才是网络直播 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追踪IP地址找到绑匪的位置 克林森马上安排特战队飞往伊拉克盟军基地 期间同步追踪绑匪精确位置 当特战队到达伊拉克盟军基地后 军情六处也定位到绑匪的精确位置 克林森马上通知A组前往行动 而波特由于作战技能在恢复中被分在B组待命 有了准确位置 加上英国军方的实时定位 A组很快就到达地方 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A组就找到了凯蒂的位置 在另外一个秘密据点 哈基姆让人悉心照料他的伤势 他本不想伤害凯蒂 但为了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兄弟 他不得不这么做 只要英国政府放了他的同伴 海地就会安然回去 而另一边的波特看到一组指回来一个人就明白了 更加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要去七年前行动的那个地方 没过多久波特就到达七年前的那个秘密据点 等男人出门后 波特带上武器独自一人进去 寻找伊凡 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更别提能见到哈基姆或者八面男孩了 于是等那个男人回来后 波特轻松制服他 男人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认识哈基姆 不过波特没那么容易被骗 用上一些折磨手段 再谎称自己找哈基姆是想交换情报 最终男人答应带波特去见哈基姆 在路上波特打电话给雷拉 告知自己正去见哈基姆 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试了陷阱 然后就挂了电话 因为在进到据点之前 所有通讯设备都不许带 随后波特又以上厕所为由 到旁边的田地将一把跳刀藏到体内 这把刀的用途咱们后面再说 到达据点后 波特先是被揍了一顿 然后才被带进去 哈基姆果然在这里 他上来就责备男人把外人带到这里 男人表示 这里英国人有他们同伴的消息 想做个交易 哈基姆让八面男孩对波特进行检查 此时双方都认出了彼此 但都没作声 当探测器扫到波特面部时候响了 接着波特嘴里的追踪器就被拔了出来 哈基姆明白这里已经不安全 必须马上转移 在被抬上车的时候 波特看到了被蒙着头的凯蒂 看来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而此时的克林森正在分析波特的位置 通过波特最后和雷拉的通话内容 以及追踪器最后消失的地方 他已经确认绑匪是哈基姆 一小时前的卫星地图显示 在波特消失的地方有四辆车 现在却消失不见了 他们判定绑匪已经开车转移 随后 克林森派人在波特消失地点方圆10公里内 用直升机搜索消失的那四辆车 被恐怖分子关押的波特 发挥了特种兵的各项技能 首先是把脚上的绳子蹭掉 然后再把头套拿掉 接着把裤子解开 最后成功从菊花里面拿出了一把刀 接下来就很简单了 他先去去洗了把手 然后把旁边的凯蒂叫醒 他做了自我介绍 取得凯蒂信任后 让凯蒂一定要坚持住 波特判断绑匪会先杀掉自己来警示英国政府 而在绑匪动手的时候 波特就有机会突然袭击然后反杀 讲完后又将凯蒂的头套带回去 以免被人发现 而狡猾的哈基姆 哈基姆并没有按照波特想的那样做 因为波特的出现 他将处决时间提前到现在 而且先要杀的是凯蒂 这可让波特着急了 哈基姆走后 他赶紧摆脱束缚 无奈他肉体根本撞不开这铁门 好在他有菊花刀 在门上挖了个坑 然后疯狂将门踹开 而此时凯蒂已经被带到隔壁 马上就要实施处决 此时波特也制服了前来阻止的人 这家伙临死前开的枪声 惊动了隔壁的哈基姆 哈基姆让八面男孩把门关上 然后打电话通知外援 在外执勤的武装分子 收到消息后马上开车往回赶 这边波特及时感到阻止了 对凯蒂的处决 他和哈基姆开始一番搏斗 而八面男孩或许是 念及波特的恩情 一直没有对波特开枪 就这样波特一个过肩摔 将哈基姆摔倒在地 紧接着咔嚓一声 将哈基姆了结 下面就轮到男孩了 男孩并不知道 波特为什么要杀他 凯蒂在中间翻译他俩的对话 最终男孩表示波特的两个战友 不是自己杀的 就在此时支援的武装分子感到 波特必须要马上撤离 在男孩的指引下 他们找到一辆车逃跑 后面的人紧跟着不放 趁着这个时机 波特用男孩的手机 打给雷拉通报位置 并表明已经将凯蒂救出来 由于追兵太近 他必须下车先行交火 雷拉告诉波特 已经通知附近的飞机 援兵预计三分钟后到达 让他先想办法撑着 很快波特枪里的子弹打光 就在他准备肉搏时 飞机及时赶到 武装分子一看不是对手 就都跑回车上了 此时雷拉将画面切到现场 并请示克林森 能否将八面男孩一同带走 克林森看到男孩后 马上想到七年前那天发生的事情 看样子 他和那两名特种兵的死有关系 随后他下令禁止 将八面男孩带回来 就这样波特和凯蒂登上飞机 等男孩想要一同上飞机时被阻止 当波特和凯蒂坐稳后 飞机马上起飞 此时他俩发现男孩还没上来 马上进行阻止 谁都知道男孩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 无论波特怎么面对镜头怒吼请求 克林森始终没有下命令 让飞机返回带走男孩 等一切都安定好 波特找到克林森 克林森解释他要考虑 将男孩带到飞机上的危险性 男孩毕竟是一个恐怖分子 如果登上飞机后 他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话 他们就会失去一整机的人 波特并没有回应 因为再来之前 凯蒂将男孩的话转述给了他 而知道答案的波特并没有直接挑明 因为这仅仅是恐怖分子的一面之词 就算闹到领导那里也不会被踩性 再加上克林森拒绝男孩上飞机的理由也十分充足 他只能暂时作罢 不过这件事为后面俩人的合作 埋下了隐患 高端的狙击手是这样操作的 在津巴布韦总统上车的前一秒 负责保卫的促马将军 向狙击手藏身的地方望了望 然后就带队去追 很快狙击手就发现接应自己的人已经被杀了 他知道自己逃不了 不过他不在乎 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但促马一脸得意地表示 他打死的只是总统的替身而已 很快英国高层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同时了解到 津巴布韦的情报机构 已经查明这次暗杀行动 是由英国政府策划的 接下来会对狙击手审判 光头让军情六处的克林森 解决这个大麻烦 原来这个狙击手叫马库 曾是英国士兵 就算暗杀不是英国政府策划的介石也说不清楚 随后 克林森回到20号分部 让波特去津巴布韦营救马库 而且 此次行动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否则 英国政府会更加被动 雷拉会配合 她在当地行动 这里已经准备好波特的签证 以及一个钻石商人的假身份 回到家后 波特仔细研究了那座监狱的设计蓝图 以便完成任务后越狱 这所监狱以前是英军的要塞 所以 克林森能提供所有的相关图纸 要想救监狱里面的人 必须先进到监狱里面 波特以买家身份到 金巴布韦和一位走私钻石的商人碰面 刚交易结束 就被当地部队抓住 当然这是他计划好的 与此同时 雷拉到达南非 他约见军情六处在 金巴布韦的情报员哈利 哈利表面身份是金巴布韦大使 给雷拉提供了一个新身份 一位南非缉毒走私调查员 这样方便去监狱里调查波特 以互相传递消息 在监狱里 一堆大男人正在欺负一个小孩 本不想惹事的波特 实在看不下去就出手了 结果 狱长赶来将波特揍了一顿 然后直接拖出去要枪毙 他不允许一个新进来的犯人放肆 在危急时刻 波特说他认识那位暗杀总统的刺客 并有重要情报 随后 狱长就把马库带来 结果 马库表示 并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 这下可惹恼了狱长 抡起锤子就要灭了波特 突然被叫停 原来是簇马将近进来了 他让狱长把波特带出去 因为外面有位南非的调查员 要来调查波特的钻石走私案件 雷拉见到波特后 按照事先约好的话术开始了表演 在外人看来 雷拉确实是来调查钻石走私案的 不过就在这过程中 两人互相接收到了信息 出了监狱 雷拉给克林森打电话汇报 波特已经和马库见过面 并确认马库没有受到严刑逼供 但克林森告诉雷拉 他们刚截获一条消息 簇马后天中午 就要把马库移交法院代审 而原本是要等一个月后 才开始审判的 克林森分析 如果他们没有对马库言行逼供 说明从其他地方 搞到了确凿的证据 所以才会提前审判 最后克林森让雷拉 一定要将这个消息传给波特 因为只有48小时了 雷拉赶紧给 津巴布韦大使哈利打电话 让他做一份引渡文件 而这边监狱里 正立行拳击赛 实际上是压住赌钱 面对这个大块头 波特让玉掌压自己 第一轮 他会让大块头赢 当大家都认为 大块头会继续赢的时候 波特会赢下第二轮 这样玉掌就会赚回所有的压住 经过一番交流 玉掌选择相信波特 为了第二轮能赢的彻底 他还给大块头一把小刀 就这样 拿着小刀的大块头 很轻松将波特打败 第二轮开始 所有人都压住大块头 结果波特将大块头狠狠揍了一番 毕竟这特种兵不是白练的 这下狱长高兴坏了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压波特 这边雷拉来到监狱 他一上来就拿出引渡文件 俩人依然使用的是暗语 大概内容就是 马库明天中午就会被送走 需要提前营救 波特表示明天早上就可以完成 雷拉回应明天早上前来接应 接应车牌号就是这个编号 其余信息回去仔细看引渡文件 等交代完毕 雷拉将引渡手续文件交给簇马将军 簇马问这种引渡手续 一般都是南非司法部发过来的 这次怎么是亲自送过来了 雷拉简单应付后就走了 这引起了触马的怀疑 他回到家 给一名代号为小狐狸的人发了邮件 要这个女调查员的资料 与此同时 波特也在认真查看那份引渡文件 知道明天雷拉将会开一辆路虎车来接应他 男人伸出双手乖乖等狱警带出去 突然一拳撂倒一个 接着干净利落搞定下一个 拿到钥匙后 来一个飞刀再戳倒一个 那监狱里的其他人都去哪里了 原来波特头一天晚上 让狱长再举办一次拳击赛 他反着压住就可以双赢 于是今天早上 所有犯人和狱警 都在下面等着比赛压住 而逃出来的波特趁机找到马库 两个聪明人不需要太多解释 就一起越狱 而此时 雷拉按照昨天的约定时间来到监狱 结果发现 那辆用来接应波特的车 被触马的卫队包围了 他马上转身就走 同时打电话给克林森汇报 有人走漏风声 他已经暴露了 原来早上促马收到小狐狸的回信 这位来监狱调查的女人 所有履历都对得上 但唯独最后的照片不是他 促马马上明白了 然后就带着卫队 一直在监狱附近守着 克林森命令雷拉赶紧撤走 虽然雷拉反对克林森下的这个命令 但情况紧急 他不得不先撤离 这边波特凭借之前做的功课 对监狱构造十分熟悉 带着马库到达一堵墙前 只要砸开这堵墙 他俩就可以通过一条旧地道逃出去 不过在地道出口有把锁 波特用枪开锁的声音 最终惊动了在外面守着的簇马 卫队的人马上追了上去 波特和马库边还击边撤退 到达雷拉说的会合地点 并没有发现路虎车 俩人没办法 抢了旁边的一辆破车逃了 随后 当地警方接到命令设立路障严查 波特没办法 只有将车开进山里面扔掉 他让马库下车去砍些树枝将车盖起来 此时他想起克林森之前给他的秘密命令 于是他把枪对准了马库 马库表情很淡定 在死之前 他告诉波特整个暗杀事件就是个圈套 他受英国情报局雇佣执行暗杀行动 结果有人出卖了他 他暗杀掉的也只是一个替身 等他完成任务逃到接应地点的时候 发现负责接应他的人已经死在车里 今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 我们又被出卖了 最终波特选择相信马库 既然不能开车 俩人将所有装备整理一下 开始徒步逃亡 而簇马照样有办法 他找来了一位布希曼人 这是非洲南部古老的土著 拥有超凡的追踪能力 而此时的雷拉 已经到达南非和津巴布韦边境的出境集中营 他和克林森交换信息判断 这一切都是簇马搞的鬼 因为簇马卫队一早就在监狱外面等着 就在此时雷拉的无限对讲机响了 雷拉听到这里 直接挂了克林森的电话 告诉波特他会在出境营接应 波特说 由于徒步明天晚上才能到达 挂完电话 波特和马库抓紧前往出境集中营 不过很快就发现 那个布希曼人带着卫队追了上来 马库意识到有麻烦了 因为那个布希曼人能根据脚印的深浅 判断出他们逃的距离 于是他俩专挑有石头的地方走 本以为可以摆脱布希曼人 结果 当布希曼人找不到脚印时 马上判断只有这条实路 于是追了上去 布希曼人的追踪能力真是厉害 马库和波特经过多次变换路线以及伪装 最终还是被追到 两人经过一番还击 奈何寡不敌众 于是俩人对着下面的胡跳了下去 就这样 俩人暂时逃过一劫 等他俩爬出来后 发现用来和雷拉联络的无线对讲机淹死了 雷拉这边联系不上波特 也只能在出境营干等 这边 克林森在听到波特和雷拉的对话后 确定在军情六处 有一个双面间谍在操纵马库 经过排查发现 情报员哈利很可疑 他是金巴布韦大使馆联络员 用化名在当地买了三处房产 另外还查到他的账户 有五百万是来自金巴布韦官员使用的瑞士银行 明显这位军情六处的情报员 还在给某位金巴布韦官员办事 克林森决定去南非找哈利 男人抱着枪 刚把一群小孩救出来 就被追上来的人打中 然后波特转身就是一顿扫射 波特不是应该和马库一起赶往边境吗 是的 只不过他俩在逃往边境的途中 当了一回雷锋 因为有一批当地武装势力专门欺负学生 他俩就开始保护孩子们 在这过程中 俩人都受了些伤 这边军情六处的克林森 到达南非哈利的住处 面对克林森拿出的确凿证据 哈利知道自己活不了 然后直接拿着枪自爆了 随后 克林森在哈利的电脑上 发现了他给触马发送的邮件 原来哈利就是小狐狸 然后又发现哈利给马库的邮件 内容就是暗杀津巴布韦总统 很明显 哈利就是那个雇佣马库的英国人 此时 克林森明白 为什么促马没有对马库逼供就着急送法庭 因为在这里有确凿的证据 促马可以将暗杀行为 完全推到英国政府身上 现在唯一能翻盘的 就是希望波特能带马库顺利过境 只要马库活着就能反向证明 这一切都是促马的设计 另一边 波特的伤刚刚好了一点 他们决定要将孩子们送到出境营 离开这个国家 此时 那个布希曼人带着两个卫队兵 已经找到这里 波特让老师去照顾孩子们 然后马库把枪递给波特 就这样布希曼人提前预判危险 而逃了一命 随后 波特和马库上去搜通讯设备 发现这俩卫兵在死前通报了最后位置 这意味着 再有两个小时 促马就会带着大部队到达 他们要马上转移 波特拿着地图告诉老师 这里离边境有12公里 到达后 把这个纸条交给一个叫雷拉的女人 她就会带你们离开 而波特和马库留下来拖延促马 老师带着学生走后 两个大男人不用多废话 马上做战斗前的准备 这次凶多吉少 能用作武器的都用上 目的就是尽可能拖延时间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 促马带领部队到达 接下来就是一场枪战 很明显俩人不占优势 于是边打边退 俩人利用对地形的熟悉 又躲到一间小屋 不过这也没什么用 促马卫队不但搬出了火箭炮 而且人数实在是太多 从各个方面都能包围他俩 就在俩人做最后的告别谈话时 外面来了一批 穿着南非服饰的人 火速将促马的人消灭 促马一看形势不对 马上逃了 马库以为是波特的朋友 但波特却说是南非人 外面的战斗已经结束 波特出来后 柯林森刚和波特打招呼 促马就从后面出现 促马就这样挂了 柯林森问波特 马库在哪里 波特回答跳到河里淹死了 明显大家都不相信 不过此时促马已死 马库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回到英国后 雷拉找到波特问 七年前伊拉克行动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在这次津巴布韦行动中 柯林森竟然下令抛下波特 他明显感觉到 俩人之间有问题 一架行驶在阿富汗的 外国战机发射导弹 本来是要攻击地面武装部队 眼看着导弹即将击中 此时一个蒙面男按下电脑 导弹突然改变方向 静止朝着米军飞去 看到导弹攻击成功后 蒙面男激动地摘下面具 外国有军误伤米军 外国军情六处的 柯林森马上处理此事 因为不止这一次 一个月以来 外军导弹总共击中米军四次 造成22人伤亡 现在需要外国做出解释 外国一开始 以为是制导系统失灵 这次有电子印记证明 机关制导密码 然后导弹才掉头攻击米军的 柯林森表示 如果敌人能攻破加密系统 重新设定制导目标 那么事态的严重性就超出想象 让大家全力查找此人 没过多久 军情六处就查到一个叫结理的人 导弹制导系统软件工程师 2003年 在伊拉克担任导弹技术支持 后来由于失误 引起意外爆炸造成多人伤亡 上面觉得他有心理问题 不适合在战乱地区服役 于是将他遣送回国 从此以后就没有他的记录了 结合最近制导系统失灵事件 雷拉认为他现在可能在阿富汗 克林森听完后 让波特去阿富汗找到结理调查 文件里就是他的军火商甲身份 要面对结理这个制导专家不漏破绽 波特还要恶补导弹知识 同事丹妮也加班加点地帮波特补课 24小时不停歇 终于让波特准备完毕 到达阿富汗后 波特以军火商身份 找到一处武装组织 表明自己有两亿发金属包覆弹 坐在那里的长官始终没发言 都是旁边站着的西装男在做决定 眼看引不起对方兴趣 波特上前说 他有朋友可以搞到 下一代激光制导加密软件 拿到软件就能掌控战局 西装男终于感兴趣了 但他表示要先确定波特的身份 然后让波特先回酒店 波特一出门就被人蒙上头 强行带上车 而西装男打电话说了句他来了 那么波特被带到哪里了呢 这里就是结理负责的一个据点 结理一看波特来了 马上表示欢迎 看来西装男通知的就是他 目的就是要他验证波特的身份 一分钟内如果回答不上来 波特脑袋就会开花 好在波特在来之前做了准备 现在通过考验后 结理还是对波特不相信 波特就发火了 他是来这里做生意 而不是来被耍的 结理口误说出了 并不是自己买这个软件 然后波特就追着问结理的老板是谁 连续的追问 让结理觉得波特有问题 于是准备要杀了他 此时 就这样波特和结理被米军抓住 回到米军基地 例行拍照上传 随即军情六处截获这两张照片 可不能让米军知道他俩的身份 于是柯林森找到米国驻外国大使弗兰克 让他们放人 理由是这两人都是外国人 但情报人员互不幸运是常态 看来柯林森必须说出点情报才可以 于是他说其中一个就是入侵歪军制导系统攻击米军的那个人 弗兰克表示结理造成22名米军死亡 按照法律将在米国受审 柯林森问另外一个人呢 而此时弗兰克仿佛失忆了一样 说米军只抓了一个人 哪怕柯林森有照片为证是两个人 弗兰克依然说只抓了一个人 你又能咋逼 柯林森气冲冲回到军情六处 一开始雷拉也不明白弗兰克为什么只承认一个人 后来猜想弗兰克是想灭口 而此时波特和杰里确实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俩将要被处死 波特明白杰里死后就轮到自己了 于是开始主动反击 这一波操作震惊了杰里 接着就对波特一番恭维 突然他们听到下面有滴滴的声音 扒开尸体一看 原来是个呼救信号 这意味着米军马上就会赶到这里 杰里让波特赶紧把他的手铐打开 而波特却抓住杰里大声问米国人为什么要杀他 不说出来他就不走 原来杰里是一个电脑天台 擅长黑客入侵以及制导系统 于是被米国中情局选中送到巴基斯坦 结果到了之后一待就是18个月 后来他投靠了当地一个叫沙克的武装头目 可能是他知道态度秘密 所以米国人要杀他 听完后波特将杰里的手铐打开 然后开车前往巴基斯坦找沙克 没过多久就到达边境 沙克已经派车在这里等着他们 坐上车很快就到达沙克基地 这里守卫森严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 属于两不管地带 也叫部落领地 波特一路观察一路走 很快到达沙克门口 里面有人在和沙克谈话 波特一看 这不就是那个西装男吗 杰里告诉波特 他就是沙克 也是将来要执掌这个地区的人 沙克忙完后 波特和杰里进来 波特一上来就询问沙克 是否成心买激光之导密码软件 但沙克表示不着急 然后杰里说话 原来杰里一直都在验证波特身份 一路走来 他发现波特强壮博学 冷酷机智 还能在米军手里救下他两次 随后波特就被绑了起来 杰里念在波特救过他两次的份上 劝他赶紧说些有用的情报 但波特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军人 也没有什么情报 杰里不相信 只要抽出波特的皮带就能验证 果然从里面找到私支地图 美金 还有一个赏金证明 送他回国的人需要这个才能领取赏金 最后一个是一张照片 杰里一看不说话了 因为照片上是杰里的全家福 波特趁机刺激杰里 劝他回外国老家和家人团员 沙克只是在利用他 那波特怎么会有杰里的全家照呢 原来一开始 军情六处介绍杰里基本情况时 波特就将那张照片拿走了 让杰里回想自己所做的事 以及给家人带来了什么 就在此时 他的监听设备解密了一通电话 他赶紧过去 发现竟然是弗兰克和沙克 两个人在进行交易 沙克同意将杰里和波特交给米军 但要求米国给沙克提供情报和装备 弗兰克觉得这个交易可以执行 而杰里已经把这段内容都录制好了 此时他心情复杂 回想起波特说的话 有点相信沙克在利用自己 接下来发生的事 彻底让他对沙克失望了 沙克为了逼问波特某个重要情报 竟然让杰里玩俄罗斯轮盘堵 左轮枪里只有一发子弹 波特不回答问题 杰里就对着自己脑袋开一枪 而波特从一进来 就在偷偷地磨绳 为了争取时间将绑绳磨断 他要求再加一颗子弹 沙克同意 还冠冕堂皇的赞美杰里 愿意为和平牺牲等等一系列洗脑的话 波特一边磨绳 一边劝杰里 不要再被利用了 最后时刻 杰里将子弹打向波特身后的士兵 就这样 俩人逃出大本营 现在杰里是四面楚歌 美国人和沙克都不会让他活命 杰里就拿出之前 沙克和弗兰克的谈话视频作为筹码 让外国提供庇护 波特打给军情六处申请和杰里做交易 克林森同意给杰里提供庇护 不过外国部队无权进入部落领地 接应部队只能在阿富汗边境接应 这一切要从米国大使弗兰克说起 一天前他来到外国军情六处 强势要求由米国监禁波特和杰里 并以命令的与其要求克林森交出与波特的会合地点 他坦诚有和沙克做交易 因为沙克将来会成为阿富汗最有势力的头目 和沙克搞好关系 有利于将来盟军从战争中全身而退 所以为了大局克林森 必须将营救波特的地点交出来 在弗兰克的大声训斥下 克林森竟然将接应波特的地点说了出来 这让雷拉和丹妮都很意外 他们决定做一些事情救波特 原来雷拉一直在暗中调查伊拉克行动的疑点 前两天那位从伊拉克回来昏迷7年的士兵死了 丹妮对他脑内弹片作弹道测试 报告显示正是波特交给克林森的那把枪 雷拉拿着测试报告就去找克林森 他觉得克林森之所以说出波特的位置 就是想灭口以掩盖7年前的真相 他要求克林森赶在米国之前找到波特并救回来 否则的话就将报告递到楼上 克林森没得选 只身坐飞机赶往阿富汗 另一边波特和杰里也到达会合点 俩人一起经历这么多 现在终于可以回国了很开心 突然 波特收拾好心情 拿起杰里的电话打到军情六处 接电话的是雷拉 波特告诉雷拉会合地点暴露 雷拉告诉波特是克林森泄露的 并将弹道分析报告的事讲给了波特 让他小心点 因为克林森正在去找波特 愤怒的波特挂了电话就走开了 等克林森开着战车到达会合点时候 发现没人 此时波特打来电话 直接说他和雷拉通过电话了 要克林森见面谈谈 克林森马上明白什么意思 随后他开着车到达约定地点 进屋之前他将枪上的躺椅被不测 而波特根本没想杀克林森 七年来他一直为两位战友的死生生自责 现在只想从克林森口中听听他为什么要杀队友 克林森却突然举起了枪 他不承认自己杀了队友 因为弹道分析报告显示是波特的枪 克林森这是耍赖了 因为没有证人 即使上了法庭 他俩也是各执一词 一个是立下不少功绩的军情六处少校 一个是曾被逐出过军队的人 法庭会怎么判不言而喻 因为重要的不是真相 而是人们的看法 波特听到这里愤怒地冲向克林森 客战队的波特 搞定情报人员的克林森 还是很轻松的 最后他抓住克林森 近乎疯狂地喊要知道真相 此时克林森说出了那天的情况 当时救出人之后 大家跑向楼顶 但他还在楼下 于是慌了 他往上跑的时候 看到那个八面男孩 就这样他误杀了自己队友 他也很后悔 而知道真相后的波特 也原谅了克林森 此时沙克派来的武装分子过来了 两人马上投入战斗 但克林森的战车在外面 波特要去开车 让克林森掩护 结果波特成功冲到战车下面 克林森被乱枪打倒 而此时波特也没机会再回去 于是边还击边撤离 倒下的克林森憋着一口气 拿出身上的炸弹 等武装人员进到屋里后 就这样 克林森挂掉 波特开着车 继续前行 这边弗兰克让沙克调击部队 继续追杀波特 沙克这边紧急召集三角洲特种部队 全力追杀波特 他向弗兰克保证波特不会活着离开阿富汗 之后20号分部 由格兰特上校直接领导 格兰特是一位冷酷有魄力的女人 他派波特卧底巴基斯坦 以追捕恐怖大亨拉提夫 然而拉提夫却得知了波特的卧底身份 他要求英方释放所有在押的同伴 否则就要了波特的命 20号分部精英特工迈克率领小队营救波特 当营救小队到达地方时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很明显 拉提夫提前得到消息转移了 回到伦敦 格兰特上校对麦克一顿训斥 波特当初卧底得到的消息 是拉提夫将对英美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 现在却毫无进展 需要尽快找到拉提夫 他让麦克去找一个叫斯科特的美国人 因为只有他和波特见过拉提夫 斯科特和波特多年前在伊拉克援助时认识 并成为好友 不过现在被免职了 随后 麦克在一个地下飞权市场找到斯科特 以波特同事的身份取得斯科特信任 回到20号分部 格兰特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斯科特帮忙辨认拉提夫 因为他们只有一张10年前拉提夫的照片 不足以确认 就在此时 一个女人近来说有波特的消息 原来是恐怖分子在线直播 波特被要求诏读一段话 大概内容就是英国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但不放他们的同伴 竟然还派人营救人质 现在就要处决波特 作为一个优秀的特工 波特并没有完全诏读 而是穿插一些骂人和愤怒的言语 这当然遭到恐怖分子的毒打 当念完最后一句话 波特直接被爆头 第一季的男主就这样下线 所有人都很难过 作为波特好友的斯科特 将波特死前说的那些骂人的话 记录下来 然后发现了一些秘密 随后他找到迈克 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他 原来波特和斯科特 去阿富汗合作执行任务时候 要和很多当地人一起行动 而这些人并不十分可靠 为了相互传递信息 他俩想出了一套简单的数字密码 只要将每个字母的序号 替换成俩人密码表中对应的数字 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单词 最后得出的是皇家月来酒店 在印度新德里 斯科特认为这是波特传递拉提夫的位置 随后他们就赶往新德里 并在当地秘密建立了一个新的指挥部 格兰特同时邀请巴基斯坦情报局派人协助 来的是一位叫卡尼的少校 另一边 负责打前站的迈克和斯科特 已经入住月来酒店 迈克负责接入监控线路 以方便格兰特在指挥部及时下达命令 而斯科特这个群种开始了到处泡妞 这个卷发姐是来新德里出差的 他一眼就看出斯科特式的浪子 然后直接拒绝被炮就走了 可斯科特不死心 追着卷发姐上了电梯 然后继续发动炮妞18招 结果卷发姐见招拆招 最后斯科特无奈地望着卷发姐进了房间 正思考要不要进去的时候 一个眼镜男要进电梯 打破了他的想法 在这期间 迈克已经完成酒店所有监控的接入 然后指挥部开始逐个扫描 对比拉提夫十年前的那张照片 卡尼少校认为这样找不到拉提夫 格兰特表示这仅仅是一个粗血 认识拉提夫的同事在酒店里面待机行动 而实际上 这位同事正在酒店忙着炮妞做运动呢 后面不可描述的事咱们就不讲了 此时 在酒店大厅的迈克发现来了一批可疑人员 这帮人带着大包小包的 酒店安保人员要求进行开包检查 汪头竟然直接从包里拿出枪崩了这个保安 看这阵势可比一般的抢劫要猛 随着这俩人将酒店监控打掉 外面的指挥部也失去了监控画面 唯一能联系到的就是迈克 迈克偷偷地向格兰特通报酒店内部情况 他判断这是拉提夫领导的武装分子 格兰特问他搭档斯科特在哪里 迈克表示不知道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此时的斯科特正在楼上忙着打扑克呢 他看到武装分子 在将所有房间的人都赶下去 马上明白自己该在楼上进行游击战斗 此时大厅人越来越多 武装分子将所有人的护照或身份证搜集过来 他们仿佛在找某个人 酒店外面当地的武装部队已经到达 带队的是印度的一位将军 看样子他要下令强攻了 负责钉梢的凯蒂 看到后向格兰特汇报 格兰特觉得是时候亮明身份了 随后将军来到指挥部 格兰特首先承认 没有通知印度就在这里行动是不合适的 但这都是为了抓住恐怖大亨拉提夫 再加上格兰特承诺一些资源交换 将军才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 此时恐怖分子正在找一个叫穆德的人 没喊十个数 穆德不站出来 他们就杀一个人 关键时候大厅里的麦克开始行动 首先拍下报警系统分散恐怖分子的注意 然后趁机夺了一把枪 最后跟着他跑出来的 还有一个是眼镜男和一个酒店服务员 然后带着麦克和眼镜男就往地下室跑 有了服务员的带路 他们很快到达洗衣间 此时麦克发现上面有人 此人正是斯科特 俩人会合后 麦克马上向格兰特汇报 拉提夫正在找一个叫穆德的人 格兰特认为 拉提夫达到目的之前 不会让任何人进出酒店的 麦克进而判断 拉提夫此时就在酒店里面 随后斯科特被迫带路去找卷发解 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拉提夫呢 面对麦克的询问斯科特表示 不知道 原来他根本没见过拉提夫 指挥部这边根据刚才听到的内容 也判断此人就是拉提夫 于是将军马上让突击队准备强攻 但卡尼不赞同 因为酒店里还有很多人质 格兰特也表示里面还有他的两个人 让将军给他一些时间来处理 最后将军答应 最迟等到天亮 穆德并不是人民而是一个代号 指的是一位专门靠提供情报生存的武器专家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本来穆德和卡尼约好今晚在这个酒店见面谈合作的 结果中途接到格兰特的请求他就来指挥部了 格兰特问穆德要用什么情报来交易 卡尼回复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机密情报 此时酒店里面斯科特带着拉提夫 到达卷发解藏身的地方 结果并没有找到人 拉提夫没有耐心了 倒数十个数不说出来就开枪 他们逃到一个房间 斯科特问卷发解到底是谁 卷发解说他叫伊曼 在伦敦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 一个卖化妆品的怎么能让恐怖分子这么大动干戈 最后伊曼说因为穆德是他老公 那这就说得通了 格兰特提醒他们突击队一个小时后 就会强攻酒店 让他们尽快出来 迈克会把他抓到一个自称穆德老婆的女人 名字叫伊曼 随后指挥部在电脑上查询伊曼的资料 卡尼少校发现伊曼从事的职业以及履历 都和穆德高度吻合 他判断这个女人并不是穆德的老婆 而是真正的穆德 这一切对话都被电话另一头的伊曼听到了 他马上就溜了 这无意证明他就是穆德 最后斯科特在电梯里找到他 结果刚走到楼梯就被拉提夫带人堵住了 他知道外面有重重包围的武装部队 在撤走之前 他和光头做了深情的告别 让他尽量多干掉几个 然后带着穆德就走了 拉提夫走后 光头搬出了那个大炮弹 光头小心翼翼将隐性整好 然后慢慢掉到上面 这个大炮弹能将整栋楼移为屏蔽 作为特种兵出身的斯科特也咽了口气 看来这帮恐怖分子 准备和攻进来的突击队同归于尽 此时酒店外面的将军已经下令 将所有媒体都赶走 准备发起总攻 而拉提夫这边带着穆德 已经到达秘密出口 就等炮弹响后 趁混乱逃出去 不过被迈克发现 接下来就是一番战斗 场面比较暴力 结果就是拉提夫被打死 迈克将穆德救了出来 而酒店大厅里斯科特也开始了行动 趁光头不注意 将炮弹遥控器撞离手 就这样一场危机成功化解 格兰特见到穆德后 表明自己的身份 并介绍这就是穆德要约谈的 巴基斯坦情报局卡尼少校 然后穆德就和卡尼少校走了 当然 卡尼承诺会将得到的一切情报 和格兰特共享 回到指挥部 格兰特让人将拉提夫的照片 坐面不识别 这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空隙 格兰特正式邀请斯科特 加入20号分部 提供相对丰厚的待遇 斯科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此时 拉提夫的面部识别结果出来了 死去的眼镜男真名叫阿西吧 是野门秘密恐怖分子集团的头目 该集团也是拉提夫的最大支持者 迈克马上意识到有问题 随后 他们在卡尼上校的酒店 发现了一具尸体 从证件上可以看出 死者才是真正的卡尼少校 那带走穆德的那个人 又是谁呢 他就是真正的拉提夫 此时他正逼问穆德说出一切 显然不管穆德说与不说都难逃一死 这让格兰特很内疚 是他将拉提夫带进了指挥所 还亲手将穆德交给了拉提夫 迈克找到了斯科特 问出他心中的疑惑 波特在死前 本可以用多种方式传递情报 作为20号分部都能识别 但为什么选择只有斯科特 一个人能识别的密码 斯科特沉默一会儿才说出了答案 波特不相信20号分部 言下之意 就是20号分部有内鬼 到底能否抓住内鬼 以及后续如何和拉提夫斗争 我们下集接着讲